在今天凌晨四點多 在臺中 適寧下路 有一棟李K大樓 驚傳流血衝突 起因一次是酒客結帳 想要捨帳 跟老闆爭吵不休 然後拿起滅火器攻擊 還波及到另一名勸家 男客人還有李K小姐 警方目前調閱監視器 追棄嫌犯 答案說明 李K酒客渾身是血 由救護人員搗扶 捂住口鼻止血 走出大樓 躺上單架 送一搶救 臺中西屯區 寧下路上某KTV大樓 七號凌晨四點半 驚傳流血衝突 李K小姐也遭到波及 下手的酒客就連李K老闆 也沒放過 三人掛材送一 原因疑似是因為 四名男子消費後意圖奢帳 與老闆起口角進而爆發肢體衝突 老闆和KTV小姐 以及勸架的客人 殘被滅火器砸傷送一 我們都很無辜啊 可是我們一群人只去圍啊 要打我們就打我們啊 給你們被推到送一 而且喝酒喝太多了是不是 不怕 回想起衝突發生的當下 莫及的KTV小姐還心有餘悸 想不到消費的年輕人下手凶殘 跑得也快 遠景甘地現場時早已逃之夭夭 目前啊以過濾相關特徵 並掌握犯險身份啊 那持續追棄盜案說明中 年輕人李榮KTV消費 黑皮過後想奢帳招聚 疑似惱惩怒 借酒性動手打人後逃逸 警方積極查氣 要讓他們替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接著全日江之南台中報導